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汪哥,我们今天来看一个狗狗继承亿万家产成为公爵的故事,亿万神犬。 修比是公爵家的一条灵犬,每天早上父子给公爵送送报纸,还在路上顺便撩撩欣赏狗Daisy。 除此之外,修比还有一个好朋友夏洛,而公爵有一个讨人厌的侄儿。 侄儿一心想继承公爵的财产,可惜侄儿不学无术,公爵十分不喜欢这个侄儿。 一次,公爵和夏洛带着修比去打猎,中途公爵突发心脏病,公爵一病不起,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,他便将自己的财产和爵位都遗传给了忠诚的狗狗修比。 很快,公爵就去世了,修比在坟前守了几天几夜不肯离去,公爵的侄儿却高兴得不得了,他以为公爵的财产终于归他了。 他将修比关在屋里,并让律师宣读伪造的遗嘱,关键时刻,修比吊着遗嘱从窗户调出。 来到大厅将真正的遗嘱交给律师,律师宣读了遗嘱,而修比继承了公爵的亿万家产。 公爵府的仆人一看新主人不是侄儿,一个个都兴奋地拍起手掌。 第二天,修比照常去拿报纸,只是这样的活儿不再适合他的身份。 无奈,修比只好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,每天和贵族们打打高尔夫,而另一边,侄儿想尽办法要夺回财产。 侄儿的老婆跟公爵府的人说,必须举行一个晚宴邀请女王,让女王亲自宣读修比公爵身份的合法性,不然修比就不能继承当公爵。 夏洛和管家为了不让侄儿的阴谋得逞,于是立马安排起来。 整个公爵被里里外外打扫一遍,他们还请来一个礼仪老师专门教修比礼仪,只是后厨始终都做不出满意的甜品。 一个年轻的男孩自告奋勇担任了厨师,夏洛和这个男孩开始眉来眼去。 终于到了宴会那天,女王以及一众贵族都来参加了晚宴,修比礼貌地接待了女王,在饭桌上表现得十分得体。 晚餐也受到了一众贵族的好评。 晚宴后,女王亲自宣读了修比身份的合法性,自此,修比成为了真正的公爵,而夏洛和后厨男孩也渐生情愫。 两个人缠缠缠缠,冷落了修比,修比也想和戴C亲亲我我。 就在他准备送花给戴C时,他的花被另一只狗狗抢走。 看见这一幕的戴C十分伤心,以为修比变身公爵后就移情别恋。 从那天之后,修比再也没看见戴C。 他以为戴C因为讨厌自己离家出走,而夏洛也忙着谈恋爱,没空理会他。 一天,侄儿和老婆牵着一条漂亮的白狗,又来到公爵府。 小白在坐船时掉下了水,修比奋不顾身地救起了小白,却不知郑重侄儿夫妻俩的下怀。 原来是他俩把戴C关了起来,并趁机让小白接近修比,而两人为了继承公爵的财产,将修比和小白凑成了一对。 满心失忆的修比答应了和小白在一起,很快就到了修比和小白的婚礼那天。 就在侄儿夫妇暗喜阴谋得逞时,夏洛和后厨男孩找到了被关起来的戴C,他们带着戴C赶去了婚礼现场。 修比一看戴C就立马放弃了婚约,飞奔向心爱的戴C和她亲热起来。 侄儿一看计谋失败,赶紧跑进公爵府偷走珠宝和贵重品,连自家媳妇都丢在现场不管不顾。 修比发现后追着她的未到跑,跳长车当场抓住了侄儿,最后修比重返了婚礼现场, 只是她的新娘变成了心爱的戴C。 电影最后也算是皆大欢喜,很多人看完一定会说人不如狗,但修比得到这一切是用她的忠诚话来的, 而血缘关系的侄儿反而一文不值。 一切也只不过因为侄儿不学无术,虽然电影有夸张部分,但也告诉我们不劳而获是不存在的, 只有实现自己的价值才会是最终赢家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